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WWDC 熟悉開場白 蘋果執行長庫克為今年WWDC開發者大會揭幕 正式公佈旗下產品的新一代作業系統 不過被譽為iPhone之後最值得期待的產品 AR VR頭盔這次並沒有登場 Iowa 16 我們把最大的更新的新一代作業系統 完全再想像它們的樣子 今年發表會亮點之一就是推出全新作業系統iOS16 其中在螢幕鎖定時的畫面使用者可以自訂背景 更改字型顏色還能加入即時動態 另外發表會上蘋果也公佈第二代Mac專用晶片M2 採用第二代無奈米製程效能比上一代提升了18% 而兩款搭載M2晶片的筆電MacBook Air預計售價台幣37,900起 MacBook Pro預計售價台幣39,900起 漲價幅度更是歷代最高 I didn't see anything today that would overcome some of those rising tides around inflation around energy prices around other things which obviously is a significant deal 只是全球通膨來勢洶洶分析師也指出 儘管蘋果這次很有誠意推出多款軟體系統 但大幅漲價除了忠實果粉對一般消費者來說 恐怕要先摸摸口袋衡量一下 TB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